大家好 这里是所谓号批评书 最近中国各个地方都出大事 我们要这个系统的把它扫描一下 首先是这个新华社 不对不对 是这个中新社 中国新闻社 发了一个这个微博 很有意思啊 话里有话 然后呢我们给他念一念 说这个抱最大希望 尽最大努力 做最坏打算 完了以后呢 抱最好心态 说了这么一句话 莫名其妙的 很多人在那里就是觉得 怎么了这是 有人就说这是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很有意思吧 你怎么突然就说做最坏的打算呢 有人就马上就开始联想 后来明白了 说这个包子迪 他为什么要跑到西藏去呢 你说是不是 特别奇怪 你说是不是 你迟不去找不去 这会儿去干嘛 现在北京这边有段子出来了 说的蛮靠谱的 说这个包子迪 为什么要去西藏 他是临时起义 之前是没有这个计划的 因为我们也说过嘛 包子迪身体病不好 有脑瘫 完了以后有高血压 其实去西藏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真的 你想想吧 如果一旦是发生脑梗 那中国人民就欢欣鼓舞了 那我们这些人就高兴了 就个儿屁了直接给挂了 是吧 当然他全程做好了安排了 他去西藏干嘛去呢 哎 说是今年呢 大灾大难 一个结一个 那就不消停 所以呢 一定要去 总书记是农体嘛 是吧 要去最高处啊 黄河长江的发源地啊 去整个青藏高原去走一走 去压一压踩一踩啊 然后用这个真农天子 那镇住这个什么 宝塔蒸河妖 是不是 这是以前啊 年轻人不记得这个词吧 是吧 给你去镇一下 宝塔蒸河妖 要跑到最高的地方去 镇一镇 是是这么一种 很愚蠢的想法 所以跑到西藏去了啊 所以今天有哪些个灾难呢 哎呦 首先第一 在青海 大量的泥石流 一个接一个 那些青海吧 是吧 第二个内蒙古啊 这个水库大坝一个接一个的垮 其实那边没有引起关注啊 中国就是这样子的 郑州为什么引起关注呢 有人说这个郑州引起关注 背后有一盘很大的旗啊 按理说郑州这个地方是不应该引起关注的 因为那也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穷 穷哈哈的是不是 说是说是反一些势力 故意把这个地方成为了一个焦点 故意搞的啊 挺有意思 说这两天说这个什么 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段子啊 就讲说这个河南省啊 你看其他的地方都没动 其实河南省整个全省都发大水 但是就只有郑州的时候闹到最大 按理说应该是河南省全省发大水 郑州这个地方的啊 应该是最不被人关注的 应该是大家关注另外一个地方 是吧 因为郑州的时候出的最大 河南省的省委省政府 就一张丑脸就没地方割是不是 但是呢 这两天传出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爆料啊 或者是一些很有趣的比较性的这个帖子啊 说这个有一个人呢 叫江灵 他是从这个广东省委常委这个位置过来的 在哪呢 在河南省的洛阳市啊 做市委书记一把手 知道吧 才刚刚上任一个星期呢 他上任一个星期以后 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就一个星期啊 啊 他提前两天给那个整个洛阳市的东边的那个 最低最低的地方的老百姓一个一个的全给他 啊 就转移出去了啊 其实那个时候洪水还没开始呢 说他动用了一百多两的这个公共大坝 是吧 用了整体一天的时间 啊 转移了很多人 知道吧 所有的低洼地区的老百姓全部都疏散 疏散 所以有人就说啊 你看你看人家从广东过来的人啊 那确实是低的确确比你 比你这个什么啊 比你这个河南本地的土包子要强得多啊 见过世面啊 有点治你的水平 所以这个洛阳这边虽然也发大水 但是基本上没有死人啊 为什么郑州这边死这么多人呢 一个是你看郑州又是省会啊 郑州市郑州市又是最重要的大城市 就是有人说这是故意什么呢 就是让这个包子里的嫡系啊 枝江新军呢在这里面就是很难看啊 让你吹牛逼让你搞 大概其实就这个意思吧 那是一个段子很有意思了 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个河南的暴雨 是吧 内蒙古的这个水库滑堤坝这个崩塌 然后河北的这个农卷风 然后完了以后东北啊 东北这个地方现在水灾也是闹腾的不得了 我跟你说 然后还有安徽这个地方啊 还长江流域还没还还没开始呢 山下大阪还没开始泄洪呢 安徽这边就开始泄洪 大雨粘绵地方性的一些小水库 中等水库也开始泄洪 把老百姓淹在这乌洋乌洋的啊 完了以后台风啊台风啊 一个一个一个烟花啊烟花台风 烟花三月下扬州啊 现在是7月份了啊 烟花台风登陆这个啊 叫做江浙江浙湖还有这个福建 那也是汽车冲跑人冲垮 街道全人积水 所以这个事儿特别多啊 所以西宝只是坐不住了知道吧 知道这个大灾大的接踵而至啊 完了以后说跑到西藏区 再怎么地要去一下啊 是动用了所有的这个安保人员 完了以后呢临时决定要去一趟 要宝塔征和要要用他的真名天子 用那头猪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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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浑身充满了这个酒精的那 那个那个那头猪啊 那种肥猪去振一振黄河长江 他也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特别的二百五 最有趣的是一个什么消息呢 今天这是我讲的重点啊 就是在这个郑州哎就郑州这个地方 说整个天空啊出现了特别奇怪的天象 哎特别奇怪 说什么呢说大白天呢啊 这个突然天空中出现两团巨大的光芒 两团啊从人从地面上看过去 啊像两只巨大的眼睛 真的是吓死个人啊 然后是在空中停留很久很久 说这两个巨大的眼睛好像在看着这个郑州市那边啊 到底死了多少个老百姓 老百姓是多么的可怜 说这个这个老天爷啊 但是中国人他没有什么太多的信仰嘛 是不是都是一种非常的原始的 非常不叫原始的 非常没有经过思辨的 没有经过启示的 就是自己的一种琢磨是老天爷 我们都这么过来的啊 说老天爷要收人啊 要要要要要 这个有些个人太坏了 然后有人就说说这个郑州这个地方啊 在啊叫叫什么来着啊 低基督啊是吧 拆十字架啊 搞的是最凶的我跟你说啊 是是是搞的最起劲的 烧教堂拆教堂拆十字架抓基督徒 那我们都知道河南那个地方啊 是曾经是中国的很多个教会都在那里兴起啊 很多很多很多这几年都被打散了都没了 知道吧 他们说这个中国的基督徒啊 如果说有8000万的话 河南有4000万 反正我是见过很多个河南人啊 他也不怎么诗字 也也没什么文化都是基督徒 我见过一个啊 50多岁的快60的这么一个老先生啊 我那时候很年轻啊 他也那个时候大概60不到吧 他为这个信仰 当过牧师为了信仰做了六年监狱 完了以后他在监狱里面干了一件大事 干什么事呢 他说那个时候的监狱比现在的监狱好了 他们说王爷现在监狱里面 连圣经都不让他看 那个时候他说他坐牢的时候 他有个请求是能不能给我一本圣经 他就他把这个圣经呢 从头到尾他把它背下来 真的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吹知道吧 以为他是这个 胡说八道是吧 我就跟他吃饭吃饭去跟他聊天 你随便说任何一句 你把你圣经打开 完了以后你随便念一段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的经文 他是标注数字的嘛 一节二节三节四节五节 比如说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是吧 都都都都都标注出来的一节一节的嘛 你随便念一段经文 他马上就告诉你 这段经文是哪一卷书里面 哪一张第几节 第几张第几节 绝对没问题 我我至少给他出了大概念了大概二三十个句子 他没有一个是说错的 真的很佩服我我以为他是个很有学历的人啊 其实他就是个小学没毕业 真的是说的是头头似的 而且都能背 真的是让我特别佩服啊 所以河南这个地方曾经是这个福音很繁荣的地方啊 我前前年吧 前年我们这边还来了一个来的一个河南的一些姐妹啊 他们来这边上学的上神学课 我已经跟他聊了会儿天一一聊 他们是从那边过来的 挺有意思的啊 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整个河南这边的对福音的迫害是非常严重的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有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故事 就大家都明白了保罗啊 保罗这个人是迫害基督徒破坏的最厉害的 直接就手起刀落杀了不少基督徒啊 保罗破坏基督徒的除了用刀杀 还直接把把人盯在十字架上用火烧啊 你如果看这个啊 有个电影就叫使徒保罗上面就有那样的图景 大晚上的一些人在这个把它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放一把火像一把像一个火把一样的熊熊燃烧 然后凄惨的那个痛苦的叫声 在电影里面很真实啊 保罗就是干这个事的 所以保罗破坏基督徒的时候我也说过嘛 耶稣就降临 耶稣就显现了啊 有一种巨大的声音对保罗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要迫害我 然后保罗当时整个人就是就是眼睛瞎了是吧 完了以后人就瘫脑在地 然后不省人事 其实他那时候他已经死了 然后呢上帝又让他活过来 所以保罗这样的人为什么后来他成为圣保罗呢 他是因为他死过一次 人只有死了以后才能看见上帝 人在活着的时候是看不见的 因为他死了啊 然后又活过来复活了 然后他就包着一种完全没有任何妥协 没有任何犹豫的这么一种心态和一种意志 然后把整个希伯来的福音啊 基督的福音传到整个欧洲 然后使得欧洲成为了一个基督教的传统在欧洲 而不是一个古希腊哲学的欧洲是这样子的 所以保罗是人类是改变人的社会最大的 这么一个跟我们一样的是一个普通人啊 耶稣他不是普通人耶稣是什么 是他的妈妈是处女怀孕 他是圣灵感孕 他不是普通人啊 所以耶稣的父亲是上帝圣灵感孕 但是保罗跟我们一样能说会道啊 这个懂哲学懂逻辑学懂这个西伯来语 懂这个希腊语啊 完了以后呢又有非常严格的这个训练啊 知识训练哲学训练 所以又有非常他又是犹太人啊 又是罗马人 所以他身兼素质有很多种多重身份 上面去拣选这么一个人 就是那个时候是有意向的啊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时候其实也有意向 所以你看他说天空突然出现两个巨大的光芒 特别大有人说是什么 是不是两个宇宙飞船呢 不是叫什么叫做UFO啊 是不是有人说那不对啊 在那里动都不动是不是 就在那里像两个巨大的眼睛睁着 看着这个什么啊 作恶多端的中原大地啊 看着这个习宝子作恶多端啊 真的是让人特别的觉得害怕 所以我就想起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啊 这个时候啊 真言里面的一句话 他就怎么就没有意向啊 明就放肆啊 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 尤其是前面两句我以前是很喜欢用的 没有意向明就放肆 你看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由着这个习宝子搞 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可以管天管地管人啊 管草木什么都都听他的 真的他以为一种匪夷所思的愚蠢的自负 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盲模的自信 真的以为自己是个真命天子 这是五千年一遇的一个皇上 你知道吗 所以有人就骂他嘛 我有一个北京的朋友就骂 说包子弟是个宠货啊 你想想你说你河南整个大禹是千年一遇 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你就去看到你做皇帝的时候 你就赶上来 那你不是说你这个人很不行吗 是不是 你这个人是遭报应吗 遭老天爷报应吗 为什么千年一遇就你遇上 为什么胡锦涛没遇上 是不是 胡锦涛也是百年一遇啊 江泽民也是五百年一遇 你他两个上来就千年一遇 说明你是千年大王吧 说明你是个千年的垃圾 是不是 真的是打着灯笼火把都难找的垃圾 你不是自己跟自己脸上破粪吗 那很有意思 他就是脑袋一起就开始胡说八道啊 就自己的不愿意承担责任 完了以后就是把这种责任归到老天爷儿身上 是不是 所以说有一种意象啊 真的是过去其实有些个地方啊 其实是蛮好的 河南的山东那边的福音都很都很昌盛的 很多人都是有信仰的 这几年被西包子完全就干掉了啊 所有的教会都收归党友成为党产 知道吧 很多个这个家庭教会的牧师都被抓 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异象 我觉得是对中国人对包子迪 对河南人的一个提醒一个审判 我觉得是个好事啊 真的是没有异象名就放肆 你看这个你看共产党这些年 作恶多端 他都是有一个基本的逻辑的 就是凡是你把所谓的领袖推到像神一样的位置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是就是到处都是灾难 你看刚才我念的青海泥石流内蒙古 溃坝河南暴雨河北龙卷风东北水灾 然后安徽泄洪然后这个江浙祸大台风 完了以后接下来还有一大堆 所有的灾难都会分支他来 而且刚刚开始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基督徒你就知道啊 这是有意象的真的 你千万不要有有没有中国老百姓不懂吗 中国老百姓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他想逃饭吃嘛 就是哇习主席好伟大好伟大给我们镇住啊 镇农天子啊是不是 宝塔征和呀去西藏去去压住这个农卖去了 不让这两条农啊黄黄河农和长江农这个造裂啊 完了以后哎这是愚蠢的东西吗 还有一种呢也比也比较愚蠢 但是说话呢他是恨包子里的说说这个为什么有这么多意象啊 为什么有有这么的自然灾害啊 我告诉你啊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老天爷要收人了 老天爷要收人了 所以有些人北京有些人说啊最该收的就是包子里 老天爷不要收中国的老百姓 老百姓虽然是傻是傻点 但是他们作恶的这个能力不大 中国最最应该被老天爷收走的就是习习近平就是那种畜生 不把他收走中国还接下来还要各种灾难更多各种麻烦更多 不知道多少老百姓要死于非命哎呀这个时候应该有人要跪下来啊 要向上帝祷告真的祷告啊如果这个国家有一个亿人求你不要毁灭他 真的如果这个国家有有50个亿人求你不要毁灭他真的 如果这个国家有有50个亿人求你不要毁灭他真的 我们希望上帝联名我们不要这个 兴起大洪水真的是因为现在的洪水 我说过是共产党的洪水跟跟老天爷 中国人的这个这个过去的那些老话啊 没没什么关系 凡是自己不反省然后把责任推到老百姓身上 那是要遭报应的 所以总而言这样总之我们希望老天爷真的把希望整个收走了 这个人太难了这个老百姓的日子太苦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